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耳音的世界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iPad Air 4代 这个Air 4代有银色 深空灰色 玫瑰金色 绿色 天蓝色 什么几个颜色可以选 最后还是觉得蓝色比较不错 这个天蓝色跟远风蓝要说区别呢 其实我觉得不大 天蓝色要稍微浅一点 iPad自带一个充电器和充电线 车之前咱们先做一下保护工作 把保护膜和壳都给它弄上 确实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之前mini摔碎之后 换屏基本上跟maiad新的就差不多了 所以还是觉得保护一下比较好 容量方面这一个平板是256G的 其实主要还是考虑到 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可以多下载一些视频 放在里面观看 其实用iPad摄影的需求并不大 但是如果长途旅行的时候 刷个剧看看教学视频 还是很好的选择 整个这个iPad的这个大小方面 我觉得刚刚好 如果说太小的话 你会觉得看视频有点跟大一点 而屏幕的手机区别就不大了 再大一些呢 又有些接近正常的笔记本电脑了 真的是刚刚好 厚度是6.1毫米 重量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458g 加了这个壳之后呢 稍微有一点点重 不过对于iPad来讲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屏幕采用了圆条设计 我觉得屏幕清晰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分辨率是2360x1640像素 500尼特的这个亮度 并且支持铅笔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呢 我没有买原厂的铅笔 因为价格比较高嘛 所以我就在某宝上面呢 买了个铅笔 然后空运到了莓果 要说是山寨版的话呢 应该也不算过分吧 我觉得一样用哈 而且用的还挺方便的 所以如果你想省一点钱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还考虑到这个横竖呢 反正屏幕都是贴了膜的 也不会有什么损伤 这个iPhone呢 用的是A44的仿生芯片 在新的方面呢 我体验了这块手游 上个回有小伙伴说 我测游戏的时候呢 打匹配泰坑队友了 那这次呢 我就测了一个新手教学 但是真正用它来打游戏的话呢 目前为止我是没有预料说 有卡顿的这个情况 顺便呢 小伙伴们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iPad音响的效果 我是非常满意 这个音响的效果的 比这个手机要好很多 而且在我以前使用mini的时候 然后觉得比mini的效果 比较好很多 电量方面 因为我日常还是以用手机为主 那我整个iPad使用的时间并不多 这一周了呢 我还没有说充过电 关于iPad的相机呢 我自己测了一下 为啥我觉得摄像头 还是比较重要的呢 因为我觉得iPad 在我们日常很多时候使用 都是呢 可能是跟某人电话识别会议 也可能是呢 用它来上课 那么前日摄像头的这个坚异度 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呢就是用前置摄像头 在室内的时候的一个效果 对于这个后置摄像头 它是有1200万像素 也是支持这个4K高清视频拍摄的 总体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这样的 这iPad的这个用户呢 可以适合于各个这个年龄层 那如果说是年龄比较大的用户 那眼神不太好的用户 他们用这种大屏幕去拍照 看着屏幕直接拍就活涌了 我觉得这个清晰度呢 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多 因为在拍摄的时候呢 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当剪辑的时候 我发现呢 整个这个相机的这个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为止也没有遇到过过热的问题 总体来讲 我觉得对于一个iPad来讲 我作为一个一般用户来说 我是非常满意的 应该说很好 跟满足了我对平板电脑的所有需求 好了呢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